Hello大家好,我是Barry 这期视频咱们来讲几个那些号称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 在阿尔泰山脉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为是地狱之门的这样一个地方 传说这个地狱之门连接着我们这个世界和地下的世界 然而地下的这个世界又被一个侏儒所统治 这个侏儒每到晚上就会出来收割人类的灵魂 然后到白天黎明的时候又会回到地下 但是专家学者还是认为这个地狱之门应该是自然形成的 虽然他们也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个门周围的这种岩石的切割 就会这么规整这么的整齐 但是自然形成貌似是这些专家能想到的唯一解释 在1777年的时候有个叫约翰·威廉姆斯的人 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发现这种玻璃化堡垒的人 最开始人们发现的这种玻璃化堡垒大多数是分布在苏格兰地区 后面人们渐渐发现在欧洲其他地方 比如说德国这种地方也发现了这种玻璃化堡垒 这个玻璃化堡垒其实它就是一般的那种修在山顶的这种堡垒 然后这个堡垒周围不是有那种石墙吗 后面人们发现这种石墙上有这种玻璃化的痕迹 我们都知道有的石头在极高的温度下面 它就会变成这种玻璃 就比如说在原子弹爆炸的时候 这种爆炸的地方就会产生很多这种玻璃 所以一般这种石头要玻璃化的话 它就需要极高的温度 但是在当时就是在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300年这个时间 就是这个玻璃化堡垒大概建立的这个时间段 人们不可能有那种能达到极高温度的这种技术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这种玻璃化堡垒的出现有点不可思议 但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玻璃化堡垒很可能就是别人攻城拔寨之后留下来的产物 就是古人他们在攻占这个堡垒的时候 修了有墙你这种武器又攻不进去 那就只能靠放火烧对吧 那可能会有人觉得这个火的温度肯定达不到那种极高的温度 就是不可能使这个墙玻璃化 但其实刚才我也提到这个墙只是部分玻璃化 就是说它这个墙体在修建的时候 可能有的石头就比较容易玻璃化 因为每个物体它的这个玻璃化的温度都是不一样的 像有的有机物它的这个玻璃化的温度就比较低 像一百多度它可能就玻璃化了 所以说这个墙体一部分玻璃化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里面掺杂了一些 这种在较低温度下也能被玻璃化的这种物体 我们都知道在美洲最古老的一个人种就是印第安人 所以他们的文化也是最古老的一个本土文化 最近就在墨西哥这边出土了很多古印第安人的这种文化艺术品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这种黑钥匙工艺品 这个黑钥匙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火山玻璃 火山喷发的时候产生的这种玻璃 既然它叫玻璃就意味着这个东西极其容易就破碎掉很脆 所以说在上面进行雕刻再把它加工成工艺品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然后下面就到了该佩服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时候 他们不仅把这种特别难雕刻难塑造的这种黑钥匙做成了这个样子的工艺品 同时呢他们还把这种特别脆的东西给它中间镂空 也做成了这样类似于光碟的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更厉害的是呢他们居然能雕刻出正圆 就是特别精确的一个圆形 所以呢这就很难让人相信这种工艺技术是出自于石器时代的人之手 萨丁岛这个地方呢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巨人的传说 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很多传说都说人类和巨人可能有过在同一时间生活过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然后萨丁岛巨人呢还被很多人作为一个证据来引用 就说这个岛上呢有一个巨人墓 这个巨人墓就是特别大的一个目的啊 就是这个墓下面呢埋葬着一个巨大的巨人 但是呢我后面发现这个说法应该是出自当地的一个神话传说 因为当时确实有科学家墓铭而去啊 后面发现这个墓呢其实就是 我会读得一下这个雷尔丁岛 感谢大家感谢您的致ste了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杨标 感谢您的杨标 在这部分杨标准介伙的形象 我们看到我们的杨标准备分架 是这样的一部分杨标准备 准备一部分杨标准备 得议向上去了 啊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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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绿洲上呢会孕育出人类的文明 而这些人类的文明呢 刚好就留下了他们这样的一个旷世杰作 两只长颈鹿一公一母 高度大概是在六米左右 然后距今呢大概有个一万年的历史 这个长颈鹿的研画看着如此清晰 也是因为是修复过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的 关于这个长颈鹿研画 人们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们会发现在这个长颈鹿的嘴边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横杠 这个横杠是不是就代表的是绳子啊 如果代表的是绳子的话 就意味着我们远古的人类 在一万多年前的这种人类 就已经驯化这种长颈鹿了 并把长颈鹿夹养 就像马啊骆驼啊这种就是可以拿来骑的 然后在这个长颈鹿研画周边呢 有828伏就是刻在石头上的这种研画 其中的704个都是动物 像什么狮子呀水牛呀鸵鸟啊这种 然后有61个是很明显的人类 然后剩下的160多个呢 就是现在人无法定义的东西啊 就比如说像这个东西 就看起来特别像外星人的飞碟 对不对 说起外星人呢 我就不得不提一下 在美国海岸发现的这个 有外星人脸的这个泥板 有网友发现这张脸应该不是属于外星人 而是属于一个叫克苏鲁的神 这个克苏鲁呢 应该是出自洛夫克拉夫特 在1928年的时候写的一个小说 科幻小说 克苏鲁的召唤 这个克苏鲁呢 其实就是里面的一个海神的一个形象 而这个形象呢 也出现在过加勒比海盗里面 但是呢 由于当时这个科幻小说特别的火啊 然后就有这种极端的粉丝呢 就把克苏鲁发展成了一个信仰 就当成一个真神来进行膜拜 所以呢 就是当时的这种极端的粉丝 他们做出来这样一个泥板 然后给扔到了海边 就是进行了这样一个恶作剧 但是呢 还有一种比较有意思的说法 就是说这个克拉夫特 在写当时的那个 克苏鲁的召唤的时候呢 他可能之前就在什么地方 见到过这样的一张脸啊 所以呢 最后他才创作出来这样的一个东西 其实这一点呢 对于编剧和作者来说 应该是深有体会啊 就是你一觉醒来 可能你的灵感就突然下来了 整个故事的这个画面啊 都特别的清晰 还有我曾听到过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有的人 他不是中那个福利彩票吗 就是因为头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哎 梦到这几个数字啊 然后醒来的时候呢 马上把数字记下来 然后买了一组 哎 就中了头彩 这个呢 就让我想起路由的一句话 叫文章本天成 妙手偶得知 这就说明呢 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啊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灵感 很可能就是在 所谓的这种网上 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呢 或者你发呆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连上了这个网 哎 一浏览 然后你就有这样的灵感了 如果这个灵感啊 就像是一张图片一样 都放在网上 大家都可以看的话 那就说我们每个人 可能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都可以拥有同样的灵感 如果大家回看一下 这个飞机的制造历程 就会发现在人类最开始 研究飞机的时候 大家产生的这种灵感啊 这种设计理念和概念 跟几百年前的莱安纳多达芬奇 他的这个飞机设计的这个样子 应该是差不多的 那可能比达芬奇更早的人 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灵感 就是可能也看到了飞机这个样子 但是呢 他们没有达芬奇那种 对机械原理的精通 也没有达芬奇这种绘画能力 所以说 即便他们看到了飞机的 这样的一个灵感 那对他们来说呢 这个飞机可能就是一些怪兽 或者他知道这是一个飞机 但是他表达不出来 也流传不出来 最后呢再告诉大家一个上这种网的一个技巧啊 就是要多思考 因为只有在多思考的时候 你可能脑子才会连上那个网 你的灵感呢才会突然迸发出来 Peace tin